最继围绕着世界级金月神童,贾斯汀比伯,对于防弹少年团的讨论影响,瞬间成为了阿姨们和歌迷们之间的热门话题。 要知道像贾斯汀比伯这样的超级明星,是时时刻刻都被一大堆狗仔队跟踪的,当天他和海力抱得温和和往常一样走在大街上,而发现一个狗仔队之后,贾斯汀比伯觉得这些人太可恶,就假装和身边的一些女孩子们谈话,碰巧这些女孩子们就是防弹少年团的粉丝团而已而每个一员,看到贾斯汀比伯和自己搭讪, 他们这帮少女们也非常兴奋,并且赶紧问了一个问题,那就是你认识BTS吗? 对于这么突然的提问,贾斯汀比伯回答道,自己昨晚听过一首来自韩国歌手段的Instagram这个音乐是他自己听过的第一首K-POP音乐,随后这帮阿姨们进一步说,BTS的钱就国翻唱了你的歌,不过这个时候,贾斯汀比伯显然觉得不认识钱就国, 和阿姨们在一次确认了钱就国的名字之后,他表示自己会回头上网听一遍,然而,这个影像公布出来之后,很多粉丝们就对贾斯汀比伯,谈论且BTS的反应提出了意义, 首先,2013年10月份的时候,贾斯汀比伯就曾经来韩国举办过演唱会,当时还专程访问过外界的本社,并和鸟叔以及击击全志龙会念,而全志龙更是以特要嘉宾的身份出现在的贾斯汀比伯被演唱会,而他竟然说没听过K-POP音乐,这就有点。 另外,现在在美国的任何一家酒吧以及乐场所,即便你再不认识K-POP音乐,但是BTS的Fake Love,以及Make Drop,几乎是必放的歌曲之一, 很多美国的歌迷完全接受不接受贾斯汀比伯的此番言论,也有人认为他公开表示不认识BTS填救国,就是不想接受自己人气下滑的事实,对此,各位阿姨们你又有何想法呢?欢迎讨论。 请不吝点赞